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 据路人张脚见人民愿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五十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 没有几天,四方百姓,头裹黄金,跟随张脚三兄弟杀向官府,声势非常浩大。 汉陵帝得到各地报告,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 又派中郎将卢职、黄辅松、朱眷率领精兵,分路攻打张脚兄弟的黄金军。 张脚领军攻打幽州地界,幽州太守连忙召校为邹靖商议,邹靖说幽州兵少不能抵挡,建议写榜文到各县招募兵马。 榜文行到桌县,引出一名英雄,这人姓刘明辈,自选得。 因家里贫寒,靠饭麻鞋,织草席未深。 这天她进城来看榜文。 刘备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呼。 等会儿判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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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几天 四方百姓投过黄金 跟随张角三兄弟 杀向官府 身世非常浩大 汉陵帝得到各地报告 连忙下令各地官军防备 右派 这一名英雄这人姓刘明英雄这人姓刘明辈自选得 因家里贫寒靠饭麻鞋织草席未生 这天他进城来看榜文 刘卫看完了太有声窖过旅立有名人身上 Louie 为达身后有个人声音工? 雷达看完了榜文,不觉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呼听声后有个人大声喝道 되고大丈夫不给国家出力,叹什么气? 刘备回头一看 这人身高八尺 抱子头 圆眼睛 满腮的胡须像钢丝一样竖着 声音像红中 样子十分威武 那人对刘备说他姓张明飞 自义得 做着卖酒 屠宰朱阳的生意 他愿意拿出家产做本钱 与刘备共同干一番大事业 刘备 张飞俩人谈的投机 便一起到村口的一家酒店饮酒续化 这时 一推车大汉进店饮酒 刘备留神一看 这人有九尺高 胸前长须飘飘 脸色好像红枣一样 长一双丹凤眼 两条卧残眉 相貌非常威武雄伟 刘备连忙起身 邀他过来同坐 并请问姓明 那人说 我姓关明宇 自云长 樱乡里恶霸杖势七人 我一怒杀了恶霸 逃到外乡避难已有五六年了 刘备 张飞听了都很敬佩 也将自己的志愿告诉了关羽 关羽听了也非常高兴 酒后他们一同来到张飞的庄上 只见庄后有一座桃园 园中桃花灿烂 景色很美 第二天 三人在园中焚香礼拜 宣誓结为一姓兄弟 三人按年岁认了兄弟 刘备做了大哥 关羽第二 张飞最小 做了弟弟 三人请来铁匠打造兵器 刘备打造了双骨剑 关羽打了把八十二斤的青龙眼月刀 张飞造了一只杖八点钢毛 个人又造了一身铠甲 他们聚集乡中壮士五百多人 浩浩荡荡到卓郡去映墓 三人在卓郡打败了黄金军将领陈远志 刘备听说他从前的老师钟郎将卢职在广宗和张角作战 便领了本部人马到广宗驻站 卢职令刘备三兄弟前往尹川帮助官军作战 刘备 关羽 张飞隐军连夜奔赴尹川 再说张良 张宝在尹川连胜几阵 这天正在追赶官军 忽然被一队打着红旗的队伍拦住去路 卫首亦将信曹明操自梦得 张良 张宝打不过这支队伍领兵败走 刘备见黄金军退走便引军返回广宗 半途中呼见一支军马押着求车而来 上前一看车中犯人竟是卢职 慌忙下马询问原因 才明白左锋因卢职为奉送经营 便在皇帝面前使坏 张飞一听大怒 拔刀要杀押送求车的官兵就出卢职 刘备急忙拦住 说朝廷自有公论 三人便一起回桌县去 正进间 见黄金军把董卓领导的官军杀得大败 三人冲入阵中 就出了董卓 不料董卓一听三人并无官职 立刻把三人丢在外边 下马进仗去了 张飞顿时火冒三仗 便拔刀进杖要杀董卓 又被刘备劝住 三人于是领着人马连夜去投朱卷 朱卷那时正在与黄金军作战 便令刘备为先锋去攻打张宝 刘备一箭射 刘备一箭射中张宝左臂 关羽 张飞一起出马驻战 打败了张宝 朱卷便领大军去攻打晚城 这时 张脚兄弟先后战死 黄金军只剩下数万人屯住晚城一带 朱卷在刘备 关羽 张飞和吴俊仁孙间的帮助下 占了晚城 打败了黄金军 朱卷回到京城 被封卫车骑将军 河南影 朱卷表奏了孙间 刘备的功勋 刘备因朝中无人说情 被封为中山府安喜献献位 不久 都由来到安喜 刘备因没有向都由送前被都由陷害 刘备几次到管义求见都由 都被看门人拦住 距于门外 消息传到张飞耳中 张飞气的两眼圆针 冲进管义揪住都由的头发 扯到县衙前 绑在马庄上 用柳条使劲抽打 一连打断十几根柳条 打得都由杀猪般叫喊求饶 刘备遭都由欺辱 便取出县位观影 挂在都由脖子上 弃观而去 兄弟三人依旧带了几十名清随 离开安喜县城 前往幽州投靠刘备 当时皇帝身边有十个经常不离左右的 宦官 教师尝试 他们贪赃 王法 残害百姓 陷害中良 灵帝对他们的话非常相信 汉王朝统治 已非常危险了 朝中建议大夫流淘向灵帝哭见 要灵帝除掉十常事 灵帝不但不 听 反而要杀流淘 司徒承担头撞十阶 以死相见 灵帝更加大怒 命卫是将二人关进监狱 当天夜里 十常事派人将他们在狱中杀死 从此以后 朝廷官员再也无人敢向皇帝说十常事的坏话了 中平六年四月 公元一八九年 初夏 灵帝害病快要死了 他打 算力往美人生的皇子留邪做太子 十常事中的简朔在病床边对灵帝说 如果要力留邪做太子 必须先杀死大将军和静 才能保皇太子日 后平安 灵帝听了简朔的话 立刻派人宣和静进攻 这和静原来是一个杀猪的 因妹妹是和皇后 生了皇子刘辩 和静才掌了大权 和静之皇帝要杀他 没有入宫 回到家里 召集大臣 商议如何杀掉十常事 这时灵帝死了 和静便令司令校尉元少领五千 玉陵军进了皇宫 便在灵帝灵舅前面 立太子刘辩继承皇位 刘辩虽做了皇帝 但灵帝的母亲董太后 心里却不大乐意 十常事 之一的宦官张让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董太后听后大喜 第二天早朝时 董太后亲自主持朝政 传指封皇子刘邪为陈刘王 封自己的哥哥董仲 为票齐将军 并让张让帮她处理朝政 皇帝刘辩的母亲和太后 见董太后把持大权 心里也不痛快 她想 了一个计策 在宫中摆了一桌酒 请董太后来喝酒 劝董太后不要管 国家大事 董太后气得脸上 红一阵白一阵 俩人大吵一场 和太后也发怒了 当夜便把哥哥和静照进宫中 商量怎样除掉 董太后 董太后及董仲 四日 和静下令把董太后送到京城以外的和间去 和 静让护送的人暗地里将董太后堵死 又将董太后的哥哥董仲的家包围 起来要追回她的观影 董仲知道事情危急 便在后堂自杀了 袁绍劝和静趁早把时尝试这些宦官杀掉 和静将这个想法告诉和 太后 和太后 和太后正宠幸 张让等人 便不同意 袁绍又向和静献上一计 要她调外地兵力入京超除宦官 主部陈林认为这样做会弄出乱子来 便竭力劝阻 说话间曹操从旁闪出 拍着手掌哈哈大笑 和静问曹操为什么发笑 曹操说要杀宦官应该先除未首的 宦官这只要一个监狱官就够了 何必纷纷召来外兵呢 和静一听 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呵斥曹操有私心 曹操退了出来叹息着说 乱天下的一定是何静 朝廷派往西两领兵的刺史董卓 手下有二十万大军 也心很大 这天他接到何静的行文 心中十分高兴 便令他的女婿李如先派人 向朝廷上了一道表彰 说这次出兵是为了乘除宦官 致止逆乱 好让 朝廷的大臣不对他产生怀疑 随后便起兵向金城洛阳进发 将让等听说外地的兵来到便先下手 派五十名刀俯首埋伏在场 热公加德门内让何太后召何静进攻 何太后不知事迹就派人宣和 影片啊也提出很多拯救解救的办法 何静自觉手中掌握天下大权 而解决当然有方法的 尤其是你能不能执行 这好像学生功课不好 那老师可以提出很多对治的药房出来 那问题没办法执行啊 护送何静进攻的袁绍 原哨 曹操在宫门外等了很久 不见何静走出 减肥有很多药房 就在门外大声叫喊 请大将军上车 这时何静的人头被从抢 你现在发展出很多不用动 可以拼命吃还可以减肥 原哨 曹操大怒 挥舞着保健糟叫者杀入宫内 第二个话题就是 修道道也能不能够 不论大小 全部杀死 一时皇宫内火光充天 张让 段归等宦官 慌芒节用着扫地和陈流亡 从后宫逃跑了 三更十分 逃到北芒山下 猛听的后南一片喊沙声 火光中一对人马 就开始讨论了 马上就有人来问候夫 然后我们都觉得在网上有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有一位阿莱西亚的道行 他在问说 他们佛堂一位 有一对夫妻啊 一对大军赶到 在佛堂上班很多年 那都已经信口了 董卓将少帝和陈流亡送回 那 宫中便把人马驻扎在城外 天天带着铁甲骑兵入城 横行皆婆 那 的老百姓慌慌不安 董卓还带着宝剑出入皇宫 一天 董卓在温明园中大摆延席请大 陈喝酒 突然提出要废了皇帝 立成流亡流协位皇帝 大臣们都不敢 出生 那他说发现这个问题也困扰到一个道行 那我们来就这三个主题来谈一谈 董卓发现要杀丁远 可他 那前一阵子有一位大导演叫他隆布 正用眼睛瞪着他 便不敢下手 第二天 丁远在城外同董卓打了起来 董卓的人马被吕布杀得大 败而逃 董卓回来后召集众将商议对策 最主要是 不将礼数挺身而出 说他和吕布 是同乡 只要董卓愿让出赤兔马和金银珠宝给吕布 他一定能叫吕布 背叛丁远 就当我们没有跟他共业的人 董卓便答应了 吕布是各建立妄议的人 一见那赤兔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般红 没有一根杂毛便喜爱得不得了 当夜便将一副丁远杀了 凭着丁远 的首级投笑董卓 拜董卓为干爹 董卓收了吕布做义子 从此便为所欲畏 很快废了少帝 但是你个体的命运 王位皇帝 九岁的皇帝无力治理国家 向国董卓把大权都握在自己手 终 不朝见皇帝不败 带见上殿 大臣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终需校尉袁绍反对董卓被调救皇帝 令利新皇帝便怒气冲冲的 那永动土里面有很多的甲腕这种毒气 董卓为笼络人心 但是永远不会释放 可是永动土如果融化的话呢 反而枕腕释放出来的毒气 派手 董卓把少帝与何太后求情在永安宫中 派人安中监视 但是只要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还一直过一样的生活的话 董卓知道后便将少帝用毒酒毒死 把和太后扔 下楼摔死 日子以后 董卓每夜都睡在皇帝睡觉的地方 然后毁灭地球原因很简单 就是过度消费 就过度消费 你看地球每年消失 一千三百万公尺的森林 森林就像地球的肺 那你会得了肺癌啊 对啊 你会癌细胞越来越多 被肥使用的地方越来越少 最后你就呼吸困难了 对不对 呼吸困难没法提供充足的氧气给身体 身体就包销了 那现在也是这样子 现在地球的肺越来越小 那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大巨人 地球巨人 就可以自喜了 然后越来越自喜 所以说 用过多的电 像我们现在也用很多的电 然后用过多的电 开车子 所以我就骑驾驾驾驾驾驾 最好是骑驾驾驾驾 少开一点车子 可是没办法 大家还要浪费啊 吃肉浪费物资 还有工厂 炸量生产 这些都是毁灭地球的原因 畜牧啦等等的 屠宰啦 这都毁灭地球 每个人都是凶手 对不对 除非你是过无电生活 不然文明世界 每个人对地球的毁灭都难辞其咎 包括我们 我们都在大量的使用 大量的消费地球 越文明的地区 反而恶行越重大 全世界超过